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一种 很容易大吼大叫情绪化的同事 然后你又像我一样 只要对方一大声 你就会整个吓坏 就整个头脑空斑 然后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是那种和平派的 如果不吵架就不吵架 所以就会不自觉的委屈了自己 总是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 就是回应 会凶你的 或者大吼大叫情绪化的同事 他就是知道你不会回话 所以他才会一直这样子 越来越嚣张越来越过分的欺负你 面对他你又会觉得很害怕吗 遇到这种同事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我的做法是 第一我会去找 跟我性格不太一样的人 朋友或是同事去询问他们 你会怎么做 然后把他们的回话方式学起来 记起来 至少常常听的时候 大脑就会有印象 你就会知道说 可以怎么回 也许不会发生 但是至少你的大脑里面 已经有那一百多种的剧本 因为你已经不想要再被打压了 所以你一定要学怎么样 让自己跟以前不一样的做法 就是回话 那你又没有办法那么迅速的知道 我要回什么的话 那你就要多问大家 然后把这些东西 就内建在你的大脑里面储存起来 当你下一次遇到 你就知道 啊这时候我可以怎么做 也许朋友做的会比较极端 跟你的做法不一样 但是你多问的话 你一定会找到适合你的那一种做法 那样在做的过程 你一定会觉得超害怕 就像我练习到现在 脚还是会发抖 但是我已经可以很自然的把我 我觉得你干嘛那么大声对我讲话 当我这样回话的时候 其实我的同事他就不会再回下一句了 因为他知道 喔喔原来你好像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一个人喔 分享给大家 希望今天的分享你会喜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